今天是小伙伴们 大家好 穿歌循环 我们又见面了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最近很热门的 就是吉利的星锐 然后是设计师推荐款 其实我也具体搞不清那个版本 因为在此之前给大家做了一个静态的盗店 是一个全景天幕的 但是今天就是一个全景天窗的版本 不太一样 而且之前那个视频 那我看很多朋友留言 说哇这个全景天幕没有江连 设计师是不是这个有问题 会不会被塞死 对这个我在那个视频中也提出了这个疑问 于是今天就来了个全景天窗的版本 OK说重点 就是今天这台车我们立刻就把它开起来 因为外观这个内饰 其实大家看一看就行了 跟着我的镜头一块看看就好了 这台车我相信关注的朋友已经非常关注了 尤其是我今天说到的 这台车的整体的设计 它是没有卖弄设计的一个作品 是很强调这个细节构成整体之后的一个质感 包括漆面的 然后包括设计比例的 在细节上那种质感非常的重要 那具体的这个颜色呢 还是我那天拍那个静态那种颜色 这个主打这个蓝色 具体官方叫什么蓝 其实我还没研究 对 然后今天在户外看 整个这个中网的这个视觉效果确实还是会更加的精神啊 可能有朋友会觉得有点密啊 我也觉得稍微有点密 可以考虑一下 像AMG那样可能在 那个不把这个树格山之分的密的效果会不会更加的好啊 也许回头就像我之前说到的 因为有领克03作为这个潜力啊 一个成功的范例 那同样是CMA架构下的轿车 那肯定也有机会做一个高性能的版本啊 比如直接匹配这个星月用那台2.0的那个调教 然后配8AT啊 这样一个高功率版本啊 也不排除会有这个1.5T的这个48V 然后包括插电混动 我相信肯定是有的 这个根本不用排除 好了 不说这么多了 我们立刻来开起来啊 这部车怎么样 就是一台2.0T加上7速双离合啊 这样一个版本 好了 川哥立刻给大家带来这个极力新锐的这个试驾的这种感受 那首先呢 是这个整个的方向盘啊 这个握感很好 这个粗细是我喜欢的这种粗细啊 然后一握上之后就知道啊 这个车是会偏向于主打运动多一点的这样一个感觉 然后包括配合的这个翻翻盘的波边换挡 很小巧 基本上只够两指啊 这样去操作的 然后距离上呢 离的可能女孩子够起来 可能稍微会觉得有一点点远啊 但我估计很多朋友不会想到去用它 好 先仔细听一下这台车的这个MH车里面的隔音易造 我先把空调降低一点 好 只有一格缝 那正如我之前这个拍静态时候预估的啊 因为在此之前没开过 那总体来讲的话 是倾向于一个偏运动化 然后偏明显偏德系的这样一个厚重质感的一个设定啊 整个的这个前麦花层后多连杆的悬挂系统 整体来讲是那个偏硬的一个设定 然后是这个有了这个什么呢 车的上半部分 然后把这个底盘整个压在地上这样一个感觉在啊 这是非常典型的德国人的这样一个一个调教的风格在啊 其实蛮明显的 你包括过这个伸缩缝的时候 路面伸缩缝的时候 碰碰碰碰 这样一个声音啊 都是极为类似的 但又没有那么厚重 但是我这个好像是停留在这个帕特麦腾的那种状态 因为新的速腾我还没开过啊 有点遗憾 那明显是比像一众日系车 思域啊 卡罗拉啊 然后包括轩逸 是来的这种厚重感是要明显的多的 就你一开上之后 这种稳正感和安心感 就是很明确的会传递给你 上了这个高加桥这个深作风 大家再感受一下啊 马上 碰碰碰碰就过去了 悬挂没有多余的震动 你看 踏踏 就过去了 所以这一套悬挂 我个人觉得是调的非常好的一个设定啊 就不轻也不是过分重那种 就过分重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你会觉得这个车动力跟不上 又或者是太过沉重 你心里有一点莫名小沉重的那个心理状态啊 因为车是有灵魂的 会跟我们人跟我们驾驶者会有沟通的 然后方向呢 是那个蛮轻的一个状态 我说实话 感觉是有点嗅到了这个大众的影子啊 好 说完这么多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台车的动力系统 其实相信也是非常非常多朋友关注的 2.0T加7速7式双离合 这样一个动力组合 那虽然我之前说到了 并不是配的这个高功率的版本的发动机 属于中功率应该是 最大马力输出190匹 也就是140千瓦 然后扭矩输出是300牛米 但是我一直说 作为同样是基于CMA架构的 现在吉利手里的武器是非常多的 它如果想的话 回头兴锐 完全可以出一个像类似于03家一样的兴锐家 或者兴锐plus 就是一个高性能的版本 配一个高功率的2.0T加上一个8AT 这个都不是问题 另外包括1.5T的这个XD混动 或者是MHEV48V 都是可以的 我相信肯定这两个版本回头 肯定是会出的 正式上市以后 那说过这台车 现在来讲的话 整个在路上跑的这个动态 我个人认为第一是 一点是很顺畅 很流畅的一个效果 你油门点多少 而且它这个油门呢 是用类似一个风前踏板一样 但它不是从地板上支出来的 但是很长 这样踩起来的这种柔和度 我觉得这个力度控制的很好 你想要多少 它这个输出跟油门的呼应做得非常好 很顺滑那种效果出来 因为基础排量够大 在这台车上 我估计这台车总中应该是1.4吨左右 就整个的呼应感和流畅感做得很好 然后包括变路箱的换挡 可能很多朋友又会说 R7是双离合怎么怎么样 但目前来开的话 当然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开的不是会很多 我大概只开了50多公里 千千后后 但整体来讲的话 我觉得没有明显的瑕疵在这里 很流畅 甚至乎 包括这个转向的这种匹配度 和整个车身动态的这种配合响应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转向甚至是好过零番的 很多朋友 包括之前的视频里 跟这个03和这个思域对比的时候 也说到03的这个电子助力转向的 这种调教的这个水准 稍微还有一点瑕疵在 但这台车 今天是完全没有的 而且我急加速的时候 它可以给到一个很好的 一个动力响应和声响的一个响应 给到你 大家再听一下 好 刹车 头段的刹车呢 来的会柔和一些 等到中后段以后 再加力的时候 它的那个刹车力度会比较硬 会给到你一个很 结合 这个车的制动 会让你给到 你再踩一分力 它给到你一个想要的力度 不是全程是软的那样一个状态 也很好 整个的每一个环节匹配的很好 好了 那今天关于吉利星锐的试驾体验的 初体验的部分呢 就到这里了 没有做很多激烈驾驶 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这台车的整体的水准和质速 现在目前级别里面 是完全看向于这个对标的是 合资竞品 主力的那些车型 包括这个大众的速腾 朗逸 丰田 南北丰田的雷林卡罗拉 以及这个思域和这个轩椅 包括马上即将上市的 第七代的北京现代伊兰特 我觉得是完全有实力 从这个机械性能 动力性能 然后到整体的这样一个氛围的营造 和这种流畅度 包括车内的NVH 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非常棒 大家有空真的可以多关注一下 不要总带着有色眼镜 先开过车 别说川哥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吹嘘啊 好吧 好了 今天川哥的这个极力 新锐的初体验呢 就到这里了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其实只讲了一些驾驶的部分 和整个车的一个行驶质感 那包括后座的乘坐的感受啊 然后整个动态体验呢 没有带给大家啊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我们互动一下 好好交流一下 那回头川哥再找一个时间 非常认真的深度的 再做一个这个极力新锐的 这个试驾体验好吧 包括这个对比啊 我相信接下来都会给大家带到 那实际上总结之前的 那个静态那个片子来讲的话 很多人提到了这个别克的英朗 然后包括麦瑞宝以及速腾 对 这一款车型 那包括还有这个极力的博瑞啊 因为说一个新锐一个博瑞 新锐推出之后 目前看这个13777的版本不算低啊 然后博瑞有优惠以后 那个价格 这两者可能会有一定的重叠啊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子 回头给大家带到一些 这样一些有启发的 或者是对大家有参考意义的一些 骗得出来 好吧 我争取尽快 然后最后想说一点是 其实吉利有没有考虑一下 在这个车上出一个 Wagon旅行的版本 会不会更帅呢 那个宝骏不是刚出了一个吗 那个很帅的这个旅行版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啊 好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